車主在北部縣市的萬安47號演習 在今天是正式登場 而台北市長蔣萬安也親自來視察 帶您看一下稍早畫面 那該動大龍 可以容大1258人來避難 另外因應兩岸情勢緊繃 在今天北市長青的進水場這邊 也演練如果被飛彈攻擊或波及到的時候 如何來搶救關鍵基礎設施 甚至包括北市的原水 如何遭到污染的時候 如何來搶救 來聽一下稍找台北市長蔣萬安的說法 確實我們模擬的情境是一旦遭受飛彈攻擊 那各項的緊急應變措施 包含結合消防局 警察局 民房等各單位 全力的搶救 以及模擬介石原水管如果破裂 如何即刻的修復等等 那我們也透過各種情境模擬之後 讓這一次的演練圓滿順利 不過萬安演習是在今天下午1點半登場 而在2點結束 不過在馬路上其實還是可以看到 許多民眾儘管是在演習的這個聲音響起之後 依舊是開著車甚至騎著腳踏車在街上 是到處走 也被所有的警察是立刻要求他們停在路邊 而蔣萬安也提醒了往後 如果有類似演練 請大家一定要遵守規定 否則有可能會面臨高額發緩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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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